韩国短道苏华选手林孝俊规划中国,之前是五大竞的对手,现在是队友,他之所以规划中国,是因为19年6月应看不惯队友对女性性打扰,当着女生的面扯下了队友的裤子,导致他被退队,现在林孝俊已经加入中国国籍,并有望在明年代表中国征战中奥会,而此前也有一位被迫离开韩国规划俄罗斯的运动员维克多安,戴索契为俄罗斯拿下三斤,他也是这次林孝俊规划的牵线人,也是现在的中国队教练。